為什麼這個朱 這個朱先生他把人家殺了 他自己也自殺了 那為什麼需要解剖 這個是現在所有的法律偵查上 就是刑事偵查上必要的一個程序 以前大概在十年前以前 我們就講說 只要是不管是被害者 當然就是說一般的案件 不是說那種社會矚目案件 只要是被害者或是加害者 已經死亡的 以前是可以家屬就是說 我不願意解剖 就可以不解剖 但是現在為了這個科學見識 就警方見識的這個功能 一定要讓他完全確實的咬住這個證據 所以現在 能夠咬住什麼證據呢 現在第一個你看 他們現在解剖這個凶險 第一個要確定他有沒有吸毒 要看有沒有毒物反應 那可能也在他身上 看有沒有酒精反應 有沒有藥物反應 那如果有沒有可能想要看看 他的胃裡面 或者腸子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吃 對有沒有殘渣 吃那個女朋友 因為現在他們 對對對有人主張 所以這胃是要解剖的 那你就要看你之前 到底殘留物有什麼東西 好恐怖 但是搞不好消化完了啊 其實應該是不會那麼快 當然其實 按照 我以前跟高大臣高法醫聊天 有聊到 他是說在一般吃完東西之後 就是說我們人在正常狀態下 就我們現在早上的正常狀態下 大概可能四到六個小時 大概就全部消化完畢 這個殘留物就比較難 但是如果在睡眠的狀態下 可能大概可以撐到十個小時 哦 好 感谢观看